Widget的最基本的概念 所以Type有哪些Type呢 Desktop、Mobile 因为它是WCC是建立标准的机构 所以它的分类 它的Type是一般性的Type的分类 有桌面的 有行动上 手机上面的Widget 有Web上面的 有Physical Physical的Widget是什么 Physical的Widget就是Gagge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 看有一个网站 有很多同学喜欢看 玩玩具的同学喜欢看影科技 对不对 Ingagget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喜欢看那种 所有新极好玩的玩意 卖的 在Facebook里面也有社群 有个新玩具 拿出来看 我有最新版的什么东西 我新的软体 很多人有订阅他的 RS订阅他的网站 什么东西有新型的出来了 那那些东西呢 你就可以买得到 那就是一个Gagget 像我们上有提过 那是Physical Gagget 像这个在 在Second Line里面 它有一个电动 手上玩的电动 它原来是在 是Second Line里面的一个 一个电动 一个玩具 就后来里面很多人喜欢玩的 它就变成生产成什么 生产人在外面 在网络上可以采购 真人拿来玩的这么一个 一个手持的电动玩具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Physical的Gagget 原来是一个虚拟的 后来变成Physical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闹钟很漂亮 做了一个 有人要生产一个 真的一个闹钟摆在桌上的 OK 那这个就变成Physical的 那Desktop的Gagget 长相怎么样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都看过了 那如果是Web的Widget Web的Widget的话 有很多了 好像这个 我想这个在iGoogle里面 那Yahoo的Widget Sidebar 在Yahoo你可以装 Yahoo你可以装整个Widget的界面 像Windows以前没有 XP的时候没有 到Vista的时候呢 你就看它也很多 右边这个Sidebar 它又出来了 好多好多的那些Widget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装什么 你在iGoogle里面 也可以装好 装这些东西 安装这个 一个时间 安装一个 这个气象 这些 它又提供一些 Configuration的功能 Widget不止这些 等一下我们会讲 Widget其实很重要 是在后面的管理的部分 怎么样Configure 怎么样Install 怎么样搜寻 这些东西才是技术的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使用者能怎么样开发 这些是我们 只能自公信号 现在我们是最表面的 这使用者 他这样可以用 那可是 怎么样开发 我们会有的Web的技术了 我开发我就没有问题 我开发的时候我就会 我就用类似的方法就可以开发 它虽然有Widget的这些Library 但它提供的就比较 等于是更适合做Widget的一些功能在里面 那如果是说这个 怎么样Configure或怎么样搜寻 怎么样来做设定 怎么样去搜寻到 那这些是我们要 要比较有概念的 但虽然每一种技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就注意到那些部分 那Mobile Widget 那Mobile的话就是 在手机上面 这越来越多了 那手机上我现在稍微 等一下不讲 手机上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晚上研究所课里面的那些 投影片跟那个课程录影 手机上面其实 这趋势也在变化 手机上面过去 做的都是 就是我开发手机上面的程式 就是手机上 比如说我现在是iPhone iPhone用于是Object C 我现在是Android Android用的是 是Java的一种转型 它不是J2ME 是Java的一种 一种这个 应该是一种简单的Java 那 它原来都是这样做的 可是呢 也是由于Web的功能太强大了 那这个 你的Web 你Web的应用 它可以变成 在手机上面你上浏览器很不方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智慧 手机上浏览器是不方便的 但是我可以把浏览器跟这个应用结合 你看起来是上浏览器 但是我给你是一个Widget 给你是一个 给你的是一个icon 你连上去 其实是 你看起来是使用这个 这个 一个 这个 application的icon 实际上我点进去 就是你好几种方式可以做 像我现在我用的是Android Android上面我就有两个Gmail 一个Gmail 一个Gmail是我到浏览器里面去看Gmail 那Calendar也是 我有两个Calendar 一个Calendar 从浏览器里面 就是Desktop一样 我要看Google Calendar 我要在Desktop上面 从浏览器 我来看我的Gmail 但是它有另外两个icon 一个也是Gmail的icon 一个是Calendar icon 一个是Google Calendar 那那个时候它就等于做客制化了 那你看到界面 你看到界面 所以它的Calendar 跟它的这个Mail 它都是一个Widget 你看到的界面 就是比较适合手机的 那用了什么 还是用HTTP CSS 这个Java Script 这个 就还是用这个Web的技术做的 所以Widget在这个 在手机上面 它也有同样的这个 但是它有更深一层的 更深一层的我就不多谈了 这个更深一层的事实上 因为iPhone有iPhone它特别的特 我们的浏览器还可以抓到 Local的像这个定位的讯息 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 就是说还有一些不一样的 但是这是Mobile的Widget 那Physical Widget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做一个这么 这个闹钟或这个 那Widget的话就需要一个Widget的Engine 就是你这个环境里面要能够 Run这个Widget 那最有名的 其实最有名的Widget Engine是Yahoo的 虽然说Yahoo现在好像有点不长进 可是 不长进了 运气不好 做了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Google拜托它去 拜托它去收购它的时候 它不肯收购 那这个是它最 就是做了最不好的一个 这个 决定了 那 但是它也做很多很多人领先 很不错的东西了 那这个 那包含了它收购的一个公司 等一下我会介绍 然后 等下Yahoo的Widget 然后它 等于Yahoo的Widget Engine 在 在微软Vista还没出来的时候呢 那 你装上Yahoo的这个 Widget Engine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就等于你就可以有很多很多Widget 在你的桌面 就可以把Windows的桌面给丢掉了 但是现在这样用的人会比较少 除了Yahoo的人可能自己有在用 好 所以 那一个Widget Engine里面要有什么东西呢 一个Widget Engine 就我要让Widget环境线 不管是在 事实上在Windows里面也是一样 好 就这个是概念性 这是WCC的Spec 也就是说 这个 就所有的不管是Yahoo Google 微软 它们的这个 一个Widget Engine 它里面包含哪些东西 不管在手机上面 还在 在 那它 它这个Engine上面 一定要能够Support HTTP URI UniCode 然后Support DOM DOM是什么 DOM 你还记得的话 这SML里面的这个 一个Tree 我的网页 到了卡案端以后 就是一个SML的Tree 那所以 不管是 我们前面谈的Django 或RubionRail 等等等等 就你要处理这个DOM的能力 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你一个一棵树 你要用资料结构演算法来做 很累 那所以 所以这个 DOM的这个架构跟处理要有 那然后呢 SML处理 那SML 你要自己处理 也很累的 左括号右括号 这些 这些 这个 那SML的能力要有 ECMA screen ECMA screen 就是Java screen ECMA是欧洲的一个组织 那 就它们定了Java screen的标准 像我们做这个Java screen 那 CSS一定要有 你要做 你要做这个 页面的Layout 还有各种 各种这个Style 对 然后 SML HEP request 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有 这个就是 AGS 我要打破 一个Request过去 能够一个Response回来 的中间 能够在看一段 能够做事情 那这个时候要透过 SHEP request 那上面的 HML 或其他的 Proprietary的 SML Proprietary的SML 为什么会重要呢 因为 有很多很多公司 像 包含它们的Widget 它们自己订了一个 Layout的SML 像微软它有 SML等等 就一堆了 那Flash里面 它有它的这个 MXML 等等 就是 有的是用HTML 有的它不是用 不是用HTML 用 跟HTML很像的一些东西 来定 原件 HTML太General了 我到了Widget 里面 我可能 我要一个Button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有些互动的这些东西 我要一些Control 那些东西呢 它用 Proprietary的SML 就是类似SML的东西 来 来设计它的界面 所以 所以在这个界面这里 它们会再提供一个 所以任何的Widget Engine 大概它内部长相 它能够提供的功能 就这样子 有这样的话 你这开发者 大家就有个概念了 我要去做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的开 做 那当然其他的Support 不同的Media Tab Manifest 还有这些 各种不同的Resource 所以不管在手机上面 或是在哪一个 机器上面 它都有 都有这个 大概这么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这边有一个压缩檔 这等一下我们看Yahoo的时候 例子里面 也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压缩檔的这个概念 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